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多穿衣服 今天我们来继续聊聊广西爱情故事 这个广西爱情故事 牛哥是不敢再做任何的预测了 为什么呢 昨天我刚刚说了一个小勇要回桂林评乐的视频 结果今天又被小勇啪啪打我脸了 小勇今天一共发了三个视频 但是下午发的视频显示 他已经又回到了凤姐家的铁皮房里面 离小凤养鸭场是不远的老地方 小勇的这次回去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大家也知道 小勇昨天在他的视频里面 他已经乘上了车 来到了市中心 并且在市中心是过了一个晚上 过夜了 而且他在这个视频里面说了 他买了今天的火车票 但是大家也应该想到 今天的火车票怎么又不翼而飞了呢 小勇自己给广大的吃瓜群众解释说 是他老妈 他老妈不允许他回去 因为他老妈说小凤如果不带小勇 如果不带小凤回家 那他永远就不要进家门了 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这种借口好像太牵强了 大家也知道小勇家里面是农忙季节 山上的活多得很 小勇却留下来了 又留下来了 其实小勇留在这边 就像小凤说的 能干什么事情呢 堂堂的一个大学生 天天在河里面钓鱼 天天在凤姐他们家的池塘里面抓鲰鱼 虽然有视频的素材 但是不上道 大家也知道 现在我们大家多追求 就是积极向上 但是小勇这种玩物上志 让人非常的看不下去 天天抓鱼 你说你能抓到一条大鲸鱼吗 对不对 没有大鲸鱼可以抓 抓的只是那种非常小的 只能够放生的那种小鲰鱼 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活 但是小勇说还准备留下来 而且他在今天的视频里面还说了 说以后小凤走他的阳关道 小勇走自己的独木桥 两人就没有交往 但是看得出来 小勇又回到了青州 我感觉明天小勇就会迫不及待的去找小凤 小勇的这点小心思 全部被广大的网友朋友所猜中了 昨天他发视频 然后就有很多人说 这个小勇又在演戏了 小勇肯定不会离开青州的 昨天我感觉小勇肯定会离开青州的 想不到小勇这个人 太没有任何的组件了 他老妈说让他一定要把小凤带回家 但是大家应该想到小凤能够随着小勇一起去山卡拉里面过日子吗 那是不可能的 小勇和小凤他们为什么要分手 最主要小勇口袋里要没钱 虽然有钱 有几个钱 但是是远远达不到小凤他们家对未来女婿的要求 小凤的老爸已经开口了 说未来的女婿至少要给小凤20万彩礼 还要出30万块钱买房子 这么高的这么一笔款子 巨款50万 小勇能够拿出来的吗 小勇拿不出来 小勇想在青州玩持久战 但是大家也知道 玩持久战的基础是小凤非常喜欢小勇 但是大家也能够看出来 小凤对小勇其实他不是特别的喜欢 也不是特别的讨厌 只能说那两个人日子久了 有一点点的感情基础 但是这个感情基础不深 大家也知道 昨天小凤的老爸给小凤训话 训了两个小时的话 小凤就非常狠心的把小勇赶走了 说到底还是小凤心里面 没有完全装下小勇这个人 要是女孩子有男孩子 在住在心里面 无论爹妈打他骂他 他也会和心爱的人一起远走高飞 对不对 电视剧里经常在放这种情节 但是大家看一下 小凤老爸给小凤上了两个小时的思想教育课 小凤就马上妥协了 看得出来 小凤虽然就是平时非常的风风火火 但是在他老爸的面前 他还是依然没有反抗的决心和行动 总体来说小勇在小凤眼里面 他其实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男朋友 如果没有其他的男朋友 小凤也是希望小勇在身边 但是如果有遇到更好的男朋友 小凤肯定会一脚把小勇踢到天边去 小勇这一次回到青州 其实我觉得纯粹就是浪费他的大好青春年华 大家也知道小勇小凤认识一年多的时间了 有任何的成果吗 没有任何的成果 反而是小勇为了逃取小凤的欢心 在小凤来自己家住的这些日子里面 也有大半年的时间 小凤去小勇家去了三次 加起来总共也有六个多月的时间 三次去了小勇家里面 却依然三次没有成功 所以我感觉小勇小凤 他们两个人应该来说是有缘无分的 根本就不可能走在一起 而且大家也知道小凤 他一直拥有一个买房的这么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虽然是挺好的一个梦想 买了房子为了让下一代不用再买房子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小凤他身边 他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小勇身上有几十万块钱 但是他不愿意拿出来 两个人在买房上面 分歧非常的大 小勇想买房子在桂林 小凤想买房子在青州 这么大的一个分歧 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什么时候炸 什么时候他们就是分手 真正分手的那一天 小勇我感觉脑子他肯定有点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但是爱情很多时候打不过现实 总是被现实所打败 这种就是案例太多太多了 就算这个青梅竹马 这个互数钟情 一见钟情的人 最后也会被现实 就是冲破恋爱 恋爱不成功 像小勇小凤 他们本来就是在网上谈的恋爱 两个人是因为互相玩自媒体而认识的 并不存在这个青梅竹马 这种基础 这种基础都没有 两个人也只不过就是互相抱团取暖 想把自己自媒体流量 获得更多流量 才就是在一起的 现在大家也知道小凤 应该来说翅膀也已经硬了 翅膀已经硬了 小凤的粉丝已经有11万的粉丝 比11万还要多一点 就在头条上面就有这么多的粉丝 西瓜视频 还有其他的抖音上面应该还有粉丝 总体来说 小勇现在虽然有50多万的粉丝 但是他这个播放量还不如小凤的视频播放量高 所以对于小勇 小凤已经是无所谓 小勇在也好 小勇不在也好 他就是一心想 靠养鸭子 靠养猪 来赚更多的钱 自媒体呢也只不过呢是小凤的第二职业 所以呢为了赚更多的钱 小凤呢也不可能呢就是放弃这个在青州的养殖事业啊 就是因为小凤啊回到跟即使啊 他愿意跟着小勇回到桂林去 在桂林 小凤啊也无事可干 对不对 只能在家玩游玩手机啊 只能在家呢看电视啊 而且呢小勇大家也知道 他呢也并不是一个赚钱特别积极的农村小伙 像这个同邻村的啊 就是邻村的自媒体人老谭 老谭呢已经呢在搞直播了 他这个粉丝呢只有三万多粉丝 已经呢在和表妹啊 两夫啊应该是两个男女朋友吧 啊他们两两个男女朋友已经都在搞直播了 但是呢小勇呢却啊放着五十多万粉丝 这个啊天然条件不用啊 他呢也不搞直播啊 对不对 很少搞直播也不卖货啊 所以呢小勇呢他其实呢内心呢还是很懒的 很懒散的一个人 他呢也不愿意说哎我要赚更多的钱啊 我好这个把钱呢赚回来来取小凤 小凤最看不起小勇的地方呢就是小勇呢平时呢花钱呢自己啊 这个对别人是非常的抠啊 对自己呢确实不抠的 像这个昨天小勇呢这个就是自己呢这个到了青州市中心 点了一个15块钱的快餐 这个快餐呢价格啊不高啊也挺划算的 但是呢吃完饭之后小勇自己一个人呢又点了汉堡又点了一只烤鸡 这个加起来呢一顿晚饭就要花50块钱 这就有点奢侈了啊有点奢侈了 但是呢小勇呢这个呃去拜访小凤老爸的时候呢呃小凤还有这个凤姐还有凤姐的老公周总啊 他们呢多说这个小勇啊你第一次呢去看你的老丈人一定呢要带上好烟好酒再带呢两只老母鸡或者呢带两只大鹅呃再买一点水果啊那就OK了 但是呢小勇呢却抠抠收收啊这个不愿意花这个三四千块钱啊去讨好自己的老丈人反而呢就花了不到50块钱拎了番薯鸡蛋还有橘子啊去看望自己的老丈人 结果呢小凤的老爸呢肯定呢是十分的生气啊这么一点寒酸的礼物说给邻居听邻居都要笑掉大牙的 这个这也会让这个小凤的老爸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啊哪个上门女婿会拎这么一点礼物去拜访老丈人呢 所以呢小凤的老爸呢也是快刀斩乱麻他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呢嫁给这样的小勇啊这个行为举止太怪异了不像这个正常人啊大家应该这个应该知道小勇除了在自媒体方面特别特别的牛 50多万粉丝啊说明了他呢是一个这个有才华的人但是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小勇的情商呢特别特别的低啊 吃瓜群众呢都忍不住啊要吐槽了啊所以呢小勇呢这一次啊来到这个又回到青州啊我感觉呢只会让更多的粉丝朋友们失望 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嘛这个说一句话啊一口唾沫啊一句话对不对说出去的话啊又像当放屁一样啊又这个食盈了 小勇呢我感觉呢这个这一次太浪能失望了啊不是说他这个回到青州大家反对而是大家呢为他这种犹犹豫豫啊这个就是举期不定的这种行为举止而感到非常的失望 这个要想要想取小凤那就把钱拿出来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对不对成功失败在此一举 但是呢小勇呢却老是想呃我呢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呃就是应该来说呢花言巧语吧 想把花言巧语把小勇呢再次呢骗到桂林平乐去啊光说话啊不出钱就想把人呢骗到这个 平乐去啊骗到桂林去那是不可能的小凤啊不是三岁小孩他有他的姐姐他有他的老爸他有他的妈妈对不对 家娘家人小凤的娘家人呢会集体反对的所以呢小勇呢还是这个啊早日了不要再做这个白日梦了白日梦做多了小勇呢还信以为真自己的魅力很大 其实呢小勇在网络上面他这个影响力啊越来越低了大家呢对他的这个好感也是啊一点一点的啊被消耗殆尽啊所以呢小勇呢我感觉呢啊留在青州没什么意思还是回这个桂林去吧啊找一个同村的或者邻村的女孩子啊 啊这个安安分分在农村一起过日子这才是最明智的一条路好了今天的视频那就拍到这了大家对于小勇啊突然临时反悔又返回了青州大家对于他这种行为啊啊觉得他是对还是错呢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麻烦大家长按点赞五秒钟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